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批评前市长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担任基隆市长期间许多政策都跳票或是像是基隆火车站 成绩转运站等工程出现瑕疵 迟迟无法完工等问题 不少议员同仁不去追究责任 却把批评炮火转向接手这些烫手山芋工程的谢国良市长 正在努力推动的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用两套标准来看待 谢国良也都默默承担下来 因此张耿辉夸赞谢国良是他连任六届市议员以来 看过最仁慈厚道的基隆市长 当时林市长已经即将届满两年了 有没有对我们林市长表达墙内的执行他的政界的对线 我今天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礼拜我都有关注 谎关我们看上队上任我们不到 半年的谢市长的电动机车 就可穷追猛打 说实在义员监督市政是天天地利利 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分党派 而且不应该有两种两套标准 市民怎么看啊 今天市长我不是在说为你说的 我是觉得我们监督的立场要有 你现在没有为不是说很接任 说实在义员监督的市长 一直没有办法完工启用 他会带领市府团队克服问题 尽早完工 因为他过去真的是有很多的变更设计 有很多的延档 那我们自己去看过 他施工也是不良 那现在市民朋友有一些误解 他会觉得说好像市长已经去开箱过了 甚至蔡总统已经去了 所以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开幕了 可是其实他们去那边戴着工程帽 其实是对的 因为其实那个工地还有一些危险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地方我们不可以让民众 在安全还没有解除 施工完全的这些缺失 没有更正以前 是不可以让民众去使用这个程序转应战 那我们目前已经在第四次的 变更设计定案会继续施工 所有的缺失都会改善后 才能够完工启用 目标是在大概明年的第二季左右 至于相关的缺失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 我们也会请包括正锋在内的单位来研究 过去也有看到了一些公共工程 的确正锋也发现了一些疏失 总之我们会继续努力 张耿辉也展示林又昌在担任市长任内 和IMB吸金诈骗案主贤等人的合照 要求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应该要对社会大众 特别是基隆市民说明清楚 张耿辉强调市议员监督市政是天经地义 但是绝对不要对于不同政党的市长 就有两套标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这个案子就是我们之前规划